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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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昌在澳门推动民主十几年 是当地小又愿意走上街头表达意见的澳门人 我不是要拿奖我就是帮你守祖阿公 1992年他更加透过直选进身成为立法会议员 带动公民社会参与政治 我记得第一次出来参选我们宣传单张的标语是新生烈良 民主自由人权 孤立就如左的 通常来说我将孤立看成是一种特色 先动伴念条文随时可以变成议员入罪 其实是必须改进 我十几年前参与立法会的时候 全年没有什么议员会发言说话 说话都不会 我没有理由那么好气 我立到立法会一次次我都要说 尽管言行劳工法规定 现在结果在立法会里面 每次起码都有十几个议员争争说话 他说什么都好 总之起码在议会有人先说话 这个是十几年来 在澳门来说立法会非常显著的变化 其实我有个想法 希望大家会感受到出来 以政论事不需要是贵族 平民有权 就是一个普通人 好像我这么普通的人 是可以有权去以政论事的 吴国昌 新兼论政团体新澳门学社的理事 和立法会议员 公务繁忙 但是事事都亲力亲为 他说自己虽然想撞大民主派的力量 但是实行起来就诸多祭找 在澳门真是争取民主 事实上是压力很大 随时会连份工都没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直都没有贴族员再来 起仓我们的意念都是 所谓放弃大地争取天空 当然不等于不做个案 帮市民部门一定要做 但是地区性那些工作 基本上不做 主要是争取道德高地 令到民主派的声音 希望逐渐得到民众的认同 早晨新澳门 早晨新澳门是九二年开始的 即是当我选择最初立法会 已经开始了 现在发觉那时候我们的言论 你说什么都好 记者照採访 但全部都不能播出 那时候就必须要自己制作一本书 将自己的言论 是出街告诉别人 起初我们派的时候 有人扔下地的 但是现在就比较少这种情况 也有主动来的 也有 你们有没有关于土地 和中国的咨询 有很多意见 今天递信是对于政府 正在咨询的土地法修改 提出意见 就是说立法会这个平台不足够 因为在立法会 专责的小组 那些小组会议 全部闭门会议 有时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帝讯 将一些公众应该知道的 敏感性的一些议题 都在公众的领域里面 能够散播出来说一说 就说长期以来 在澳门的公共空间 是比较合习 社会上面有很多人都 比较上忌諱 是自己亲自走出来 是讨论这些公众上面 有争议性的问题 澳门特区政府在两个月前 就基本法第23条 推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进行咨询 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 是特区全面贯彻落实 澳门基本法的必要措施 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 特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 任何叛国分裂国家 颠覆中央政府 涉取国家机密等等行为 另外也禁止 和外国政治组织建立联系 危害国家安全 违法的最高判监25年 咨询其外 虽然有团体发起游行 表达对立法的忧虑 也不会振在心里 令自己整天都会后悔 或者不开心 25岁的阿聪说 自己并不反对 就23条立法 不过就觉得条文交代不清晰 有灰色地带 今次是他第一次参加游行 他说心理压力很大 阿聪说 学校向来都不鼓励学生 关心政治 所以澳门人的公民意识薄弱 虽然他已经很积极上网 发表言论 亦都试过写信 向政府表达意见 但是影响力始终有限 最近他加入新澳门学社 希望透过参与去关心社会事务 上次游行之前 可以看得出的网页 留言的人数真的不多 我看这么多日来 平均数大概一天五个左右 但是自从游行完之后 看到一天至少十多二十个 至少游行不是说没用处 可以吸引到一班澳门人 澳门人不再沉默 继续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无论支持也好 反对也好 至少有出过声 2007年5月1号的示威有限 几乎全澳门的传媒和社团 清一色地 都是谴责示威的市民 是冲击一国两制 破坏安定团结 当时我们很多工会的会员 或者市民都给电话 要求自己有自己的发音的地方 这里就是劳动部办公的地方 其实我们是周报来的 人数不太多 加上我的经费有点紧张 平时就是薛先生 这份编辑 还有我就是一个排版的 兼记者的同事 但是现在他都没有上班了 因为都停了 何兴国是澳门职工联盟理事长 那份周报停下了之后 他并没有放弃 继续找其他渠道 报道和市民息息相关的议题 希望引起社会讨论 甚至无级只有1700元 和这个最低卫生指数 子流媒体不报道的地方很多 其实它很多 越是多 换句话说 我们的空间就越大 问题是你减不减去写 但是如果说23条立法了之后 那可能我就要三思而学 条文当然是有些灰色地大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不是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澳门的执法者 那个水平和掌官意志 这方面才令到我们最担心 何兴国办这份周报 资金主要来自民间捐助 不过熬了一年之后 因为资金短缺被迫停下 都很无奈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见到社会 很多不公平的事 有时候是叫做不套不快的时候 当然以前有报纸的时候 我就打时间回报纸 就是怎样去出文章 但是现在就好像是 我去磨难助了 说回我们的主题 其实是在做澳门2月3条立法 当地的人对立法有什么反应 吴义原理是支持 还是反对这个23条立法的呢 我们刻意不表达支持 不是反对这23条立法 但是我可以说清楚整个处境 澳门是缺乏了一个正常社会 应该有的公共空间 我又不是有钱 可以可以 可以整个报纸出来 整个电台出来 那些我没有 那就借助各方的朋友 所以变成来者不拒 就是无论牵涉到哪一位官员 因为我有一个议员的身份 可以将公众事务 是全息出来 是放在一个公共空间那里 给人讨论 公共空间会因为我的介入 去丰富了 我们创造空间去讨论 但是在实质上面 我相信我们没有能力做到 是全民有一个正式的政治议程 去讨论 然后进行立法 只是尽力而为 在23条立法咨询期未完结之前 吴国昌的新澳门学社 举办论台 邀请政府派代表参加 听取市民意见 可惜政府最后都没有派人出席 有些动作才可以被人感觉上是反对的 我们澳门人对23条立法的 这个所谓的咨询讨论 是不可以停止的 如果停止的话 那我们的 是变成了我们自己是放弃了自己的言论自由 有时说23条的时候 有部分人会走开 因为可能他觉得不关他事 讨论到民生议题 那些 就会多些人会留下来反应 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在社区里面 澳门的公民社会是相对比较弱 它比那个香港要弱 比台湾就更弱 尽管比大陆要稍微强一些 郭志东曾经著书比较澳门 台湾和中国大陆三地的社会发展 他认为澳门现在根本不适合进行23条立法 当中公民力量薄弱是重要原因 公民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假如这种力量比较弱的话 那么国家可能对私人的那种 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的利益有所侵犯的时候 那么谁来 谁来保护一般的老百姓 有些一般老百姓是最没有权利的嘛 那么谁来 谁站出来说话 那就很难了 这个政治结构呢 比方说民主选举的问题 假如你没有民主选举的话 那么 这个 政府的领导人 他就老是 有这些权利可以想做什么去做什么 而且别人拿他没有办法 其实澳门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自己的democracy 自己的civil society 是不是一定要一个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它的队伍壮大以后 然后再逐渐的会有这些需求 然后再逐渐的会建立公民社会 然后再会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那个政治环境 林玉冯 是澳门大学新闻与公共传播 课程主任林玉冯小姐 三个月前 林玉冯和十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组成公民力量 推动更多澳门人关心政治 澳门过往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是论政权 我又觉得我就说我是 我明明 林玉冯说 公民社会以亲建制派保守势力为主 他们就走中间路线 以务实的态度推动社会变革 如果你一旦被标签了做一个叫做不爱国爱我的 那你最后你的意见没有人理的了 看回就说新闻学社就是处于一种这样的位置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再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去面对那一件事 就是说你究竟被标签了之后 如果对你真的想推动那一个部分是没有好处的话 我为什么要走那条路呢 在回归九周年前夕 澳门特区政府向立法会议员 推介修改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法案 吴国昌就法案未完善的地方提出质信 为了减少这个灰色地带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正面在法律里面 提出一些正面的自由的保障 就包括就是说比如知情权抗辩的保障 又或者是例如港术政府一些的错误等等 这些的行为这些学术讨论这些不应该被视为这些煽毒 就很清楚清清楚初人家做了这些行为的时候 就不会引起疑虑不需要濫用警力 不需要警察捉了他一轮之后 准备民主牌 我们认为维护国家温泉是特区有责任 理所当然不容外来关义 而且维护国官法在此时此刻 已经交到澳门立法会进入立法程序 而有香港立法议员对这个进行关义 将是对澳门闺民和澳门立法会极不尊重 本人认为即使是针对本地的23条立法 无论是来自内地的学者专家 或者是香港的学者专家 或者议员或者其他地区人士 从言论表达的角度来提供意见 立场如何都好 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 亦都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机会 我知道有很多所谓民主人士 所谓自由人士都很担心 特别在香港 特别有一种言论 我们香港都未立这个23条 为何要先让澳门立法呢 我不明白为何澳门有议员 竟然招揽这类人物过来澳门 你们搞这种这样的手段 是真是很影响澳门的 是很掃兴的 政府对这些所有的民主声音言论自由 都很极端重视的了 如果你说政府不好 或者对某个偏见 要你们能够在坐这边说话 我想是很难的事 但是每一件事都不要做到过火 你要过火或者另外有人又过火 到时你和政府投诉 和谁投诉呢 你是不是想做到这样呢 如果你觉得要认为这样做 我觉得你是很愚蠢的事 你不欢迎认为 全部都 sukkan 别人入境就像都是政治取代 其實给大家知道 澳门的社会控制的程度是怎么 他根本未需要有23条立法 其實對各個社會的控制度已經非常勉強 澳門前同在我手 普選立法會 普選立法會 三大王參加三大 人人人有公開 人人人有飯吃 美麗雷王 繼續 繼續 繼續發聲 為基層發聲 搞網上版 網上版便宜了 澳門的傳媒 幾乎是很少為基層發聲的 我希望填補這個控制度 其實第一次出去遊行 爭取民主和反對23條 澳門的民主意識和公民意識是比較差 比於香港來說是差很多 所以今天我帶我實際一齊出來 就是提高他的公民意識 那些當權者既得利益者 能夠放下既得利益 來逐漸都要服從於民主政制 我們相信是需要一段的時間 所以是有一段漫長的時間 我們要爭取他們過來 我們一段漫長的時間 爭取民間更進一步 我們懂得不滿 但我們都要懂得利用和平 理性的手段 和團結的手段 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社會 煙花聲在無聲的夜晚顯得特別響亮 向來沉靜的澳門政治環境 隨著公民的聲音陸續出現 雖然微薄 總算開闢了一番新氣象 雖然微薄 運氣象 並不滿意 很入零 recorded開始 arfell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將軍 allons 跟著 提申 一些 corporation 發義 去 好